請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Mivy Facebook IG 我會發放更多不同種類的玩具最新消息給大家 還有按鈴鐺 搶先看吧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Licole 今次這條影片又回來我們的主打這個聖鬥士 其實我也想跟大家去回應一下留言 因為有些觀眾說我的影片經常講價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其實我的影片都比較多一些海外的觀眾 其實他們暫時都回不來香港買貨 或者是買去自己心頭好 所以我也是想告訴他們 我暫時入手的價錢給他們做一個參考 等他們疫情之後回來 大概知道什麼價錢 另外如果大家覺得我有什麼拍得不好 我也真的很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或者可以去我Facebook 去Inbox我告訴我 也有些觀眾說我的影片太長 因為我自己的風格是用一個新手的心態 跟大家一起去開箱我買的玩具分享 所以我就會說一下一些故事價錢 可能令到這條影片去到十幾分鐘 我也相信有時候很多觀眾都未必看完整條影片 或者可能有些觀眾可以喜歡聽故事的繼續聽 如果我不喜歡聽故事 可能 skip了去看開箱那些 看一些玩具裡面的真身 其實我也很歡迎的 大家各有所需 也衷心感謝大家 其實你們給我的意見 我非常接受 也非常樂意去改善 再衷心感謝你們的支持 好了 今次這條影片 我就去跟大家 開箱我之前 買了未開的盛豆豉 今次這個就是海龍的加龍 這盒有兩盒 大家會見到 一盒是EX版 一盒是舊神話 其實我自己 兩盒買回來 加上價錢 只是1700元 我自己就覺得很低 大家觀眾們都看到我隔離一座 我的雙子宮 這個其實我也想提一提 就是我在網上見到有人 可以訂造回來的 我自己是雙子座 所以我自己就為了我的雙子座 的figure 去訂了回來 我相信我之後可以 去幫到一下我手 幫我拍多些漂亮的照片 給大家看看 我自己覺得我來做裝飾都不錯 因為其實今次我們就說 海龍的加龍 說到加龍其實新舊神話都有 故事也都之前說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去介紹 不如首先說這個舊神話 其實這個舊神話的入手價 只是300元 這個300元 這個有蝙蝠 兩個素體 還要是全身未開封 真的抵到懶 我覺得 所以我就找到這盒 我自己就真的喜歡不停去發掘一下 有哪裏的便宜 便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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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我便宜的便宜 配合一套 我覺得這個價錢真的非常之划 但是這盒EX 我就要吃炒的了 這盒EX的海龍 我自己的入手價 就是1400元 我自己覺得個人 如果兩盒加起來 是千尋問 一次過有了便服 數體 性衣形態 EX的性衣 以及它的數體 都算是這樣 叫做一次過滿足我三個願望 好了 事不宜遲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一齊來去開箱 給大家看一下它們的對比有什麼分別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舊神話 其實這一個就是我最喜歡的舊款設計的箱 砌兩邊打開的 就算有些師兄師姐買回來未必會砌 就這樣打開來去看 我覺得也不錯的 就這樣看 放出來 在盒子裡 其實近一點看 它有兩個數體 這個 它這個 聖衣模式 真的是一個海龍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會很漂亮 我這個會 最後 裝好身 給大家看完之後 我就會變回 海龍 這個聖衣模式 看盒子 有1 2 3 頭 它有一個沒有樣子的款 一個就是有頭盔 還有沒有頭盔 這樣 就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現在就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盒子 我300元 還有全身 我覺得 很幸運 好 好 拿了兩盒 再給大家看 它還有一件披肩 這個披肩就是一塊布 這樣 一個 這個 它也有 衣服給它 對 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現在很少有這些衣服 這樣 可以接近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另一邊這個素材 這個很明顯 這個是舊款 它的畫工 也沒有那麼漂亮 它的頭部位 好 那我自己就覺得 它這個是比較 金黃色一點 它的格 它一些舊的實外 就有兩個figure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划算 而且 放在底 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 因為它還有一個袍 還有一件便服 這件便服 我相信現在 已經很少有了 好 這邊這個素材 就是沒有樣子 而這一邊 就有樣子 接近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樣子 始終這個是舊神話 它的樣子 相對 沒有那麼精緻 而且它本身的素材 素材 好像這些頭髮 剛剛我拼了兩下 它就很容易脫出來了 另外這邊這個素材 這個手 這些始終是比較初代 我對它的要求 也不會那麼高 簡單的 簡單的 站一下 都可以的 普通站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幫它裝身 開買這個海龍的EX版 這個EX版 就不會有兩個素材 首先來看一下盒子 好了 這裡就跟了三個樣子 有一個頭盔 應該是四個樣子 應該是沒有樣子 它的聲音形態 也是一個海龍的形狀 好了 事不宜遲 離開了 讓大家近一點看一下 好 顏色上 我已經看到很大分別了 好了 我們就拿了它出來 我剛剛一拿出來 就 看到很大分別了 因為它首先 它已經是一個橙銅色 不是金黃色 和剛剛我開箱的 舊神畫的顏色 是兩回事 這個是金黃金 而這個是偏多橙色的顏色 也有個袍 袍是改良的 而這個是一個硬的袍 剛剛所說的 其實它是 除了它本身的素體之外 就再跟多四個樣子 其中有個樣子 就是沒有眼睛的狀態 一個邪惡的黑暗版 手就跟了五隻 袍是硬的袍 兩邊打開都可以 對 拍攝它做個對比 它的樣子之外 它的高度都差一折 而它的樣子方面 很明顯 新的EX 是精緻很多 而舊的真的畫風不同 比較粗粗多 身形比例 它輕身之餘 不會有很硬 不會有手軟腳軟的問題 對 而這個舊神畫 我自己覺得 以價錢取勝 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因為單是它 給那麼多的配件 我們 有兩個素體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 直媒票價 所以我覺得 我們收藏是不錯的 好了 那我就 把兩個 模型 幫它們 裝身 做個對比 啦 我把兩位 這個 海龍 的嘉龍 幫它們 做好這件 生衣 首先 最大的分別 就是顏色 大家看到舊神畫 和新的EX版 我個人來說 比較喜歡 這個 新的EX版 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 比較像 海魂波瑞東 那種的顏色 這樣的感覺 還有 我覺得 舊的EX的顏色 比較像 黃金聖壽士 那些 我覺得 好像 要歸一個女 會比較適合 而我在Facebook 看到很多朋友 會比較喜歡 舊的顏色 我覺得 不夠 EX 現在 這個顏色 的鮮艷 我覺得 EX 現在 有一個層次感 還有 它本身 顏色上 我覺得 這個 多些層次 會比較漂亮 但沒有對比的情況下 舊神畫 其實 也是OK 因為 始終舊神畫 顏色 是 這裡 其實它也有陰陽色 但以黃金聖壽士 那種顏色為主 我覺得 沒有那麼特別 還有 這個 肩甲 比較 比例上 沒有那麼好 好像整件事 比較短 而 新的EX版 整件事 是收長一點 比例 好多 還有 可能 始終 舊素體 的Quality 是沒有新的 那麼好 可能沒有那麼受力 比較容易跌 很明顯 還有 它的設計 沒有那麼聰明 因為它的素體 不受力 我自己也跌了 一兩次 始終舊的Quality 我跌了它 之後 手這裡 已經 唉 已經有少許屁 這個 就 沒有辦法 去改變 因為始終舊的東西 這個價錢 我是以三百元 去購入 我自己也覺得 非常非常之划 而且 主要是多多一個素體 可以穿一個便服 如果擺場景 我就覺得 好多 如果以經濟的立場 這套套套套 這套套套套 多多一個形態 那我稍後 就會幫回舊神話 去轉去做 這個聖衣模式 我發覺 它的盒 這裡 它的盒的顏色 和它真實的顏色 分別都幾大 其實這個對比就差不多了 好了 多謝大家你們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希望接下來 復活節假期 大家多點娛樂 去多點玩 還可以看多點我的影片 因為接下來 我會有時間 拍多一點片 給大家看看 就會繼續開箱 買一些我之前買落 但還未開箱的東西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現在就組成了 用舊神話的套套 組成了聖衣模式 其實我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其實都不錯 挺漂亮的 對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他們的真身 當然啦 EX版的海龍 我自己就滿意的顏色 你們有喜歡嗎 那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在留言中 告訴我 你們喜歡去什麼 或者不喜歡去什麼 給點意見 好啦 我們真的下次再見 拜拜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Miri Facebook 和IG 我會發放更多 不同種類的玩具 最新消息給大家 還有按鐘 再看啦